igol 教的集體信偕就是一些所謂的案子 為這個案子 開了記者會也開了好多次 那也勞施动众各位一起来关心这件事情 也好多次了 那实在是因为整个体制的盲撼 整个事情的进展 都非常需要有更多的力量 更多人的关心 更多媒体舆论的协助 才能够让我们有机会突破这个体制的盲撼 突破这个体制的专制 以及有机会要求这个体制 必须真正的负起责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又来到教育部门口 要开这个记者会 我们这次的诉求 我们是要求在2012年 有协商成立的三个案子的国赔案 也就是在这个性侵案里面的 有三个有协商成立的国赔案 总共有110万 130万 150万的三案的赔偿 我们希望不要由全民来买单 国家赔偿是因为国家有责任 国家对这些被侵害的孩子 有责任必须要负责 所以要进行国家赔偿 但是在这个施责的过程当中 有许多公务人员是施职的公务人员 他们也要担负相当的责任 所以我们是要求的是要就责 要求偿 我们要求这个国家必须要对施职人员求偿 在2012年监察院谈和了包括教育部官员 以及学校的老师校长主任等共16人 那我们在今年的6月开过一次记者会要求必须要求偿 在今年8月由美女委员也开了公听会 要求要在时效消灭之前求偿 因为在今年的10月16号 我们求偿的时效就会消灭了 一旦时效消灭 我们就再也不能再去向他们提出求偿 于是我们很急 我们希望能够快一点可以进行这个求偿的动作 而在今年的那个8月11日的公听会召开之后呢 教育部的回应是说 他们会请律师出意见书来表示是否要求偿 那经过我们这几天不断的追教育部 而委员办公室也打过两三次电话 直接给教育部的次长 我们终于得到一个从口头上的说明说 他们有出法律意见书 而且法律意见书是要求学校需要求偿 但到目前为止 我们要不到这份法律意见书 因为教育部说他不能提供 所以我们目前得到的讯息是由教育部口头告知 有这份求偿 而且他们求偿的对象是学校的老师跟主任 这件案子在三四年前 由人本爆发出来的时候 刚好是我们正在写人权报告 我们第一次国家人权报告的时候 那这个案子也写进去了这个人权报告 换句话说 政府是承认这是一件侵害人权非常严重的事件 也是一个举国震惊 甚至是举世文明的一个教育史 特教教育史上的一个羞耻 羞耻的制度 那在人本的继续追踪之下 我们终于有了究责 但是我们还是高高举举轻轻的放下 我们放走了那些最应该为这个体制负责的高官 我们大概只打了那个在基层 第一个基层服务的人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要有政府的官员 特别是高长官 必须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第二个我必须要说 我们不只签了两公约 我们还签了儿童权力公约 我们还甚至签了身心伤害的权力公约 在这所有的公约里面都强调 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免于自由跟人生的威胁 要免于被虐待 被不忍耐的待遇 要免于被剥削被虐待 但是我们这个国家签了这么多的公约 他到底做了什么 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特教的孩子 眼睛看不见 不能预知危险 耳朵听不到 他不能去跟别人诉说 他所遭遇到的问题 他的肢体不方便 他可能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逃跑 智能障碍的孩子呢 更是他没有办法完全的陈述 他甚至都会被 每次他反应都会被人家说乱说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之下 难道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官员不需要为这样的事情 多做一些努力吗 如果教育部认为你自己都没有做错 你的公务员没有做错 麻烦把你之前呢 这个姓名会所做成的结论给他撤销掉 麻烦把你把人送去那个工程会呢 惩戒的人呢 给他撤回来 还给这些公务员 还给这些老师 还给这些人应有的公道吧 如果你这些人呢 其实都是有故意或重大公司 那你就马上必须要10月6号之前 作为你主管部会 布起你应有之责任 向他们请求赔偿 在这边呢 千万不要再把这样的责任 转嫁到全国人民身上 转嫁到全国人民身上 我们看到这个江国庆 或其他的案例当中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 我们为什么全国2300万人民 要为了这样的事情 一同要去做负责任呢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 呼吁叫一步 还有时间赶快提作为 他主管部会 做出他应做的作为 谢谢 9月12号13号 有把这个案子 递给美国的人权的障碍 在权益的那个特别顾问 他是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官员 那我把这个台南的 这个请通学校的案子递给他 他感到非常的心痛 因为学校本来就是要 帮学生解决问题 但是这个学校 不但没有帮助这个学校 学生解决问题 反而带来更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幻阔这个学校 还是教育部吗 这个教育部能够没有 负一点的责任吗 所以我呼吁大家 这个事情 国陪不能够这样就这样干修 要让应该负起责任的人 能够承担 这样子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不然他们只是叫大家其他纳粹人的人 来做 帮他出这个钱 那一点道义责任都没有 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 谢谢 那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在这里 继续的追究 是因为 这个案子 当时失职的人 并非只有学校的基层老师 这个案子 并非只有2011年开始 这个学校出问题 已经是十几二十年的事了 也就是我们整体的教育体制 对不起我们特教的小孩 我们整体的教育体制 在特教的部分摆烂 没有进行相当该有的教育责任 这么多年来的问题 这么多年来体制上面 所造成小孩要承担伤害的这个代价 到底 只能够由基层教师出面负责 就够了吗 如果我们的体制 还继续的 只欺负基层 却高官可以被放过 那我们不认为 这个究责是充分的 我们也不会认为 这个求偿是公道的 因为在监察院的弹劾里头 至少有四位 至少有四位教部的官员 是被追究的 是被弹劾的